一直没说呢我就怕我追她 那么大了你还来追我 我就怕小葵不接受 剧情有点大反转 香港富婆示爱康小葵 这回注定是走不到一起了 就在大家还在幻想香港富婆 能够和小葵牵手成功的时候 当这位香港富婆 爆出真实年龄之后 我七五年呢 小葵和香港富婆 彻底不会成为伴侣了 从小葵要和香港富婆先做朋友聊着 网友们还是有点感觉 他俩能够有可能走到一起 因为小葵只有四十岁出头 当然小葵这个年龄能长到 老婆生个孩子是不成问题的 如果小葵和这个香港富婆牵手成功了 这位香港富婆这个年龄 是肯定生不了孩子了 都马上五十岁的人了 这样一来网友们的态度也转变了很多 都说这位香港富婆 不应该隐瞒自己的年龄 这样不但欺骗了小葵 也欺骗了粉丝网友的感情 总体来说 这位香港富婆内心还是 比较有诚意想和小葵走到一起 虽然年龄有点大 心底非常善良 网友们也说了 既然小葵不合适 就放过小葵 让小葵赶紧找一个年龄比较合适的 毕竟这个年龄段不等再拖下去了 能把小葵当作弟弟之心的朋友 也是比较好的结局 对此大家有什么看法